大家好,这里是房车美食日记,我是花爪 今天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从刹车县开到和田去 去吃玫瑰花烤全羊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和田界 两边都是荒凉的大戈壁 在这样的路上走着不由的生出了一种对烤全羊的向往 苗总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就跟我说明天我们是不是要去吃烤全羊 是的呀,玫瑰花烤全羊 值得期待,我们进江以来还没有吃过烤全羊 又填补了一点空白呢 在这样的路上走着有没有一点点最最不安 有什么不安 你不觉得在这样的大地上有一种突然升起来的仓皇的感觉吗 没有啊 就是那种在混沌的宇宙间突然找不到自己坐标的感觉 人在哪里啊 现在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今天下午的坐标会在和田的玫瑰花烤全羊店里 什么鬼 现在是下午3点57 经过了5个多小时的长途开车 我们终于来到了和田玫瑰花烤肉的这里 感觉已经快饿挂了 还好早上喝了一杯酸奶 看还有邮政代办业务是可以邮寄的呀 你看看他们家的门头 走吧 玫瑰花烤肉价格表 好便宜啊 刚才喵总说只要半公斤 然后这个小哥揭开帘子以后 他立刻改变主意了 香味出来 这个我想要100块钱的 可以称100块的吗 可以 那称100块钱的 这家餐厅相当的大 哇 这边的马峰好多 里面还有好几个屋子 我看吃烤包子的也有 吃烤肉块的也有 吃烤羊羊的也有 都很多人 马峰真的很烦 为了保护我的肉 太艰辛了 我们要了一块羊排 大概100块钱左右的 因为羊腿的部分太大了 我和喵总估计吃不完 来吧 喵总拿盘子来 我分给你 好 给你快带油的部分 谢谢 我觉得烤羊羊的皮应该是 烤羊羊的皮应该是它的精华 哇塞 看起来好棒 这个狼子它配了两个吗 嗯 你总得分我一个吧 感觉有滋有味的又不柴 来 哇这马峰太多了 这是南疆特色 可是它比苍蝇还讨厌啊 它会抢肉 只要我们吃的足够快 就不会抢到多少 嗯 多快 它这里面全都是汁水 然后还有肥肉 我喜欢它肥肉部分 说的对我来说 还是有点考验牙口 然后肉整个也很定味 香香的 我觉得肥肉的部分尤其好吃 今天是真的有点饿 所以我觉得这个烤肉的美味程度有加成 我觉得吃烤羊羊 味道都是齐齐的 重要的是那种大口吃肉的感觉 嗯 哇 我吃了这块肥肉了 好香啊 羊皮的部分超级脆 特别喜欢它们肥肉那种高鱼的感觉 四包非高 肥而不利 嗯 你这块好吃 都给你 不由的想要说一声真香 这个羊肉的盐其实不是特别多 它的盐分主要集中在表皮 这块一直烤羊羊 要烤好几个小时 然后烤到外皮焦脆 然后那种南坑烤的感觉呢 就会是锁满肉汁的 所以是外皮焦脆 里面锁满肉汁 那这块皮给你吧 哇那么大 从起来说我觉得烤羊羊 吃起来感觉都是一个过瘾 对 真真真真的大块吃的感觉 嗯 我也没吃过别家的烤羊羊了 那我觉得它们家的羊 瘦肉的部分多汁 肥肉的部分风鱼 然后皮很雕脆 调味不是特别的咸 就已经挺好了 嗯 它尝尝它们这个盐烤肉 也是很韧的 但是南江羊 特有那种韧和香 据说是因为南江这边草比较少 戈壁沙坡比较多 羊要吃草 要爬高就低 所以跑很远 不像北江水炒肥美 所以羊肉比较多汁 因为南江的羊瘦肉比较多 所以那个肥嫩的感觉会少一点 但是很香 它们家店相当的大 然后烤羊 是五在被子里的保温 估计呢 能同时接代很多很多桌 所以我觉得这家店还不错 在保证 在保证负量的前提下 味道还做的还可以 其实有点凝固的油就不好吃了 嗯 要吃热的 要吃快点 我建议你先别吃饼了 赶紧吃羊肉 嗯 这个凉了不好吃 这是烤羊肉烤羊肉的滋味 手大羊手大羊的滋味 嗯 吃这个烤羊羊的诀窍是要吃的快 凉了就不好吃 已经有点凉了 可以帮我们加热一下吗 乌云 请问一下 这个肉可以帮我们加热一下吗 嗯 这个不能啊 没有微波炉什么的 有点可惜 一定要快点吃 一开始还是很好吃 后来凉了有点腻 吃不下就算了 把油扒掉吧 这个油如果是热的都挺好吃的 不过再来一份我也吃不下了 不是再来一份 再来一块我都吃不下了 点一份酸奶吧 咱俩需要几粒 好了我来总结一下吃烤羊的要点 今天这家烤羊蛮好吃的 但是因为我们吃的慢了一点 所以油有点凝固 导致没有那么好吃了 所以吃烤羊动作一定要快 先吃肥后吃瘦 然后他们家的烤串 是可以等你吃完烤羊再点的 首先吃完烤羊 还有没有味来放肉串 其次肉串是可以加热的 而烤全羊不能 特别遗憾 如果可以加烤烤羊的话 这家店我要给85分 现在我只能给他80分了 属于值得排队半小时吃的店 最后 我觉得饭后一定要来一碗 不加糖的酸奶 很简直 你今天居然没有加糖吗 嗯 看来是真的被腻到了 我觉得到明天我都要吃清淡一点 明天还有烤包子呢 晚上还有夜市呢 烤包子不算很油腻啊 好了 今天又填补了 我们没有吃过烤全羊的缺憾 感觉每天都有进步一点点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朋友 欢迎关注我们 给我们点赞 视频下方的留言 我们每条都会看的 也会尽量给大家回复的 关注房车吃货 收获双倍快乐 我们明天见 拜拜